我覺得其實這前一陣子 最大最大壓垮謝國良的民怨 最後的一根不能說稻草 是草皮 謝國良 就算你躲得了二零二四 你也躲不了二零二六 因為大家其實想要的 不是謝國良的新眼鏡 大家想要的是基隆的新市長 是馬英九自己去 還是謝國良請他去 比嫂在那邊平衡的 不是 真的 真的 如果是馬英九自己要去的話 謝國良樂觀其成 那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謝國良主動找他 那不趕快 這個是美感 我現在是想要替基隆市 一個請願 就能不能等馬英九到基隆市 跟謝國良同框的時候 請他們握個手 我相信這個是基隆 就是什麼都很期待 你這個年輕人怎麼那麼壞 握久一點 對 握久一點 最好兩隻手一起 有安排這個橋段 相信謝國良就是相信習近平 對對對 謝國良開這個記者會 常常蠻無厘頭的 上次開記者會是說什麼 我沒有吸毒 這次開記者會說告訴大家好消息 我換了新眼鏡 這樣不是很得年輕人的心嗎 你們年輕人沒有因為這樣比較支持他嗎 這種無厘頭的市長 就是這一張 就是我覺得比起他換新眼鏡 我覺得基隆市民應該更期待 是基隆可以換新市長 所以現在才有這個拆糧行動如火如土 那我首先先來評論一下 我覺得那個兩萬五千份的那個回函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簡單數學題 就我們用兩萬五千份做一個基礎去算 假如說有一半的回函是失敗的 無效的話 那就是一萬兩千五百份 那這次總共連署出是送出四萬三千份 那你一減四萬三減到一萬兩千五百份 剩下三萬零五百份 那這個連署案是第二階段 可能在一個危險邊緣 那可能就拜拜了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的司馬昭資金 其實就藏在這個兩萬五千份的罷免 回函裡面 這是第一點 然後再來是這兩天的fresh上面 大家其實討論比較熱烈的部分 是因為那個回函是用平信的 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蹊跷 就是他的司馬昭資金也藏在這個回函裡面 因為如果用回 回油回函 這個事情 如果用平信的話 他會產生三個問題 第一就是掛號跟平信 他有一個價差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 其實搞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現代人其實比較少記性 所以說你掛號怎麼掛 例如說剛剛 易善哥講到什麼雙掛號 還什麼之類的 再加上 掛號是不是要去郵局 一定要去郵局 放一個櫻子 放一個條子 對 很麻煩 對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用平信寄回去 他有時效問題 然後再來是他有可能寄丟 所以一連串這種各種的阻撓 我覺得是大量的惹惱的基隆市民 再加上剛剛提到說 他可能要找馬英九回去顧糧 那因為馬英九 其實在我們這個世代 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名聲 跟印象很差的一個人 就很多人受到22K 然後臺股八千點 然後之類的 那段時間 大家其實對蠻久的印象都不好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 其實昨天 Face上面都在討論 其實就第一個 就馬英九要去顧量 第二個就是這個回函的事情 那因為如果說 假如這個回函 兩萬五千份的這個事情 有導致猜量進一步是失敗的話 其實昨天 我在Face上有看到一個金句就是 謝國良就算你躲得了2024 你也躲不了2026 因為大家其實想要的不是 謝國良的新眼鏡 大家想要的是基隆的新市長 為什麼叫他鐵柱啊 鐵柱其實 他是國之棟梁啊 你們叫人家鐵柱 就是鐵柱他是形容一個怎麼講 不支轉彎的這樣一個狀態 就是很鐵 真正的一直在那裡 還是玩牌拿到TD 對啦 之類的啦 就是就是很 然後因為他其實他花錢 也是大手大腳嘛 像是那個公車啊 他公車的解決方案是買 那個二手公車嘛 然後包含在那個漁港 那個什麼沙發 布的沙發 跟那個什麼鴨子船 這件事情都會讓基隆市民 覺得說有錢怎麼會是做 這樣子的決策 而不是真正實質上照顧 基隆市民的生活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前一陣子 最大最大壓垮謝國良的民怨 最後的一根 不能說稻草 草皮 就那個草皮的事件 壓垮謝國良的草皮 就是人工草皮 對 因為人工草皮 這件事情在非基隆市民以外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 拿這個來笑基隆市民 說你們是到處都人工草皮 花錢搞人工草皮 到底幹嘛 所以一切的事情 都讓外縣市的居民 變成是嘲笑基隆市民的一個對象 所以基隆市民的民怨 其實某種程度 也來自於其他外縣市民的善效 但是小平議員 他總是有一些國民黨的 一個內幕消息的 上個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就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要全面開戰 藍綠拉高對決 他說因為民調出來了 國民黨躲不掉了 所以勢必要把國民黨 所有支持者叫出來 我再問的就是 剛剛周宣講的 年輕人看到馬英九 就是一定的既定印象的 現在你們把馬英九召喚出來 是要全面開戰的意思嗎 是要藍的 綠的 牌的 全部拖開戰 站在猜良的這一邊嗎 應該這樣講 謝國良是個非常客氣的人 我們講羅生門 把他解開謎底 什麼叫羅生門 是馬英九自己去 還是謝國良請他去 你少在那邊撇去的 不是 真的 真的 你還記得那些 那個奈子小公主 學那個嘉義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 好 就是當然馬英九去 馬英九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揭曉謎底 馬英九主動跟鐵柱說他要去 有可能 他的基金會有可能 我跟你講 就是那個蕭旭成 那個主任 第一個 我沒有辦法肯定 謝國良要學侯友宜 拒絕 這個時候千萬不能 他可以跑去金瓜石上面探勘 如果是馬英九自己要去的話 謝國良樂觀其成 那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謝國良主動找他 那不一樣 這個是美港很重要 所以你現在在分析說 不一定是謝國良出的 你不要五歲就對了 有可能不一定 我覺得不一定 小平你要知道 本來是 本來是鐵柱這聲可能逼真 你知道嗎 幫你分析這個 謝國良就慘了 你知道嗎 我們讓你充分細數 如果他主動找他去 他就是回到朱立雲的邏輯 所有的藍白的票 我都要 白已經出現過 那時候張志豪幾個議員 你是說馬英九去了之後會有白的票 馬英九簡單講馬英九的票是比較偏統對不對 他甚至講過和平統一 壞處是下走的中間選民嘛 那好處是這些人比較會出來投票啊 大家比基本盤啊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喔 就是他是不是打一個統獨的 就是我們統獨兵禍五重天 就是就是統的跟中華民國派的 這都是可能支持國民黨的啊 講下去你知道我們周宣聽不下去了 是 你敢講他就不敢聽了 不是 先給他一分鐘好不好 我是分析 好 你給他一分鐘來 你先講來 你為什麼一直舉手 我想要代表基隆市民跟小平哥 可以跟國民黨 我不是我的意見 我是描述他要這樣做 好我先講 不是我現在是想要替基隆市民 一個請願 就能不能等馬英九到基隆市 跟謝國良同框的時候 請他們握個手 我相信這個是基隆市民 都很期待 你這個年輕人怎麼那麼壞 握久一點 握久一點啊 最好兩隻手一起 有安排這個橋段 相信謝國良就是相信習近平 好那所以呢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我認為不能叫無頭昌宇去弄 我覺得要接管比賽 黨中央 接管比賽 未來的賽局 黨中央要接管 接管 因為十一位投票嘛 你看現在到十月只剩兩三個月 對不對 等一下馬英九那邊你還沒分析完 好馬英九那就看 不我還沒有辦法判斷說 他二十六號找我們吃飯 我可以問他說 馬英九去吃他 不要明天明天記者問就好了 明天記者會問 我在這邊一定要補充一下 不是謝國良主動要請鍾小平吃飯 是我幫他爭取的 又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在三立的直播節目裡面 直接問黃靖平說有沒有邀請你 黃靖平說沒有 我在這邊唾罵三分鐘說 黃靖平幫你謝國良這樣一直戀戶 你連飯都有一口飯都不給他吃 節目結束以後黃靖平接到邀請了電話 然後那天小平跟我講 他說你問小平 小平去幫他很早就幫他跟鄭豆蘭 你乾脆幫他把吃飯名單開一開 就幫他上基隆站台 他竟然沒有邀請鍾小平去吃飯 我有幫他打爆不平以後 鍾小平現在接到二十六號吃飯 你這樣講的話就抓了一段 好再繼續 二十六號吃飯不重要 我們聽聽他有什麼中心思想 我們這些老經驗的議員 方向感先確定 然後現在其實我認為只有 極大值跟極小值 極大值就中央這關比賽 然後走一個總發言人 找一些發言人來 就是能夠台北人去幫他 那基隆還是在地的話 趕快做一些大的建設 在能仇錯裁員的時候 能夠降低仇恨感 他做的就是弄草皮 人工的 弄那個不好 所以你還要教他不要做就不會錯 不是 做一些真的有感的東西 我覺得 舉例說公車趕快修好 然後我們公車 比較好的經過品質 台北市 跟講話借幾台 比較好的是真的啊 便宜賣給你三年五年 天上基隆市 我聽說 是啊 你要做一些有感的 然後大家仇恨值降低的 那個是內工 那是陸戰 那動員 然後里長 這很綿密 他自己會做 他很強 那第二個就是空軍 總方案員 然後白很重要 因為白的一萬多票 多少是決定生死 蘇雲傑只差兩三千票了 最後的發明 所以他現在要趕快把白的號召回去 白是如大汗之望雲 你那救命單好不好 白很重要 年輕人有那麼白目嗎 還會再去投謝國良 綠的 綠的 我剛剛說啦 因為其實柯文哲兩屆 臺北市長都是投給他的 白的 沒有 我是 小粉紅 這樣就可以被抹白嗎 因為我覺得其實 你兩屆都投柯文哲 我都敷選 這個要成逸善哥 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也沒那麼笨 就是畢竟白 所以其實鍾小平一直在講 謝國良 他要保護住自己 最重要就是要把白的 弄到藍的這邊 要出來反罷免 才保得住 才保得住 這是一定 因為其實前陣子 前幾天 我記得民眾黨 也有一群人跑到基隆市 去跟謝國良同框 那我覺得其實民眾黨 現在他們對於選民的號召力 已經沒這麼大 畢竟你看黃國昌的直播 聲量也逐漸在降低 甚至柯文哲的臉書 現在按讚的越來越少 以謝國良的角度來說 他要顧白的票 這個是一定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他能不能有效 轉換成不同意罷免票 我個人是保持非常時宜的態度 要不給大家衝不行 不是 不應該風